在你们约会气氛正好的时候 那他说 诶 等一下 你鼻子上有脏东西 然后轻轻地捧着他的脸 慢慢地靠近 重点来了 在你们之间的距离 只有那么一点点的时候 侧过头 让你的鼻尖轻轻地蹭他的一下 然后迅速地拉开两个人的距离 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 记住 一定不能亲到他 这样的好处就是 有那么一刻 你们的嘴巴会非常地接近 但是 又没有亲到一起 所以很有可能 就是在那一下 就把你拿过来亲密 所以要记得 这么多之前 一定要亲密好你的鼻部 那是那些容易泛油 和长黑头的同学 不然在你靠近他的时候 那可能会展示后撑 其实去黑头这个问题呢 我已经研究了很多年了 发现好像很多人 都会有黑头的问题 在我青春期 刚刚开始长黑头的时候 我买过那种 特别便宜的黑头贴 一块钱一个的那种 那时候真的一度觉得 原来去黑头 这么暴力的忙 这伤皮肤也就算了 我觉得我的毛孔都越来越大了 然后下一次长出来的黑头 就越来越严重 然后呢 找到了这个黑胎的去黑头贴 它不仅仅是很方便 两分钟就能够去黑头 而且它对毛孔真的人的损伤 这个时候掀起4到5公斤的导致 后在干燥的毛刷上面 然后开始轻轻地刷 你鼻子上有黑头的位置 大概一分钟之后 鼻子不要洗 然后刷子也不要洗 用这个二号五泰水 挤到毛刷上面 刷原来的位置 你就会发现 就是慢慢地乳化了 一般我还会搭配 他们家的洗面奶 帮你去做鼻部的清洗 这样就不会出现 传统的那种 毛孔越来越大的情况 然后你每周刷一到两次就好了 不要太多 真的有黑头的快点去搞吧 吃完黑头干净就会